今天讲一部带点小恐怖的悬疑惊悚片 里面有很多避坑指南 如果你是一名女生 建议一定要学习看看 故事开始 一个下着瓢泼大雨的夜晚 女主小黑根据导航缓缓停了下来 原来她临时出差这座城市 为了方便在网上订了个民宿 拖着几件简单的行李 小黑走到了屋檐下面 输入中介提供的密码 她轻松就拿到了房屋钥匙 次日清晨 小黑从舒适的床上醒来 匆忙整理好装束 她背着包走出了房间 并将药室重新放进了密码盒 这时的小黑观察起周围的环境 不看不知道 细看之下竟让人倒吸冷气 附近全是荒醉的房子 感情自己昨晚住的是一间鬼屋 在去工作的路上 两旁竟是破败不堪的样子 小黑看得心烦意乱 但也并未多想 没过多久 小黑来到了距离不远的城市 事情进展得很顺利 她很快完成了公司交代的任务 回去后的小黑再次观察周围 看样子这里曾经也很热闹 荒草丛生的残破街区 正常的民宿显得格外醒悟 小黑刚刚走下车子 突然有一个流浪汉大喊大叫 看对方冲来的驾驶 小黑吓得赶紧去开门 他不知道在担心什么 但可以肯定来者不是什么好人 这里是什么鬼地方 小黑多一刻都不想再待下去 他给民宿客服打去一个电话 要求立刻马上退房 看向窗外 索性刚才的流浪汉走了 惊魂未定的小黑想上个厕所 却发现厕纸没有了 头等大事不能耽误 于是他四处翻找起来 不经意见一个地下室出现眼前 打开灯光 原来备用厕纸在这里 小黑没有多想就走了下去 可当他重新上去时 刚才的门竟然自动反锁了 无奈的小黑很快想到 手机忘在了房间里 而房间的钥匙也在自己的手里 如此想要获得外界帮忙 显然是不可能的 没有座椅待毙 小黑找到了地下室的窗口 只要敲碎玻璃就能离开 接下来开始搜寻趁手的工具 但是找了半天也没有发现 正在这时一根绳子显露出来 墙壁里怎么会有根绳子呢 好奇心的驱使下轻轻一拉 一道隐藏的密室被缓缓打开 猜不透里面有什么 但黑漆漆的房间似乎有着魔力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神秘 小黑嘀咕一声傻子才会进去查看 可下一秒 强烈的好奇让他行动起来 先是将一面镜子用椅子架好 然后用折射的光打破黑暗 抱着侥幸又好奇的心态 小黑走进了有一丝光亮的密室 顺着通道慢慢前进 镜头的左手边有一个门把手 打开灯后诡异的房间出现了 里面有一个架设的DV录像机 一张误会不堪的单人床 以及一个散发臭气的水桶 令人恐怖的还有墙上的血色手印 没有任何留恋 小黑赶紧走出了密室 刚出门就听到一阵敲门声 受惊的小黑意识到有人来了 他跑到窗户前敲打玻璃 想用声响引起外面注意 原来是男同事打来电话无人接听 因为担心赶了过来 此举让小黑感动得热泪盈眶 在男人的帮助下 小黑将要是塞给了对方 随后男人打开了地下室 小黑迫不及待说明了情况 然后去收拾最后的行李 显然他已经吓坏了 正所谓好奇害死猫 男人让小黑稳住别慌 他要下去看看到底有多诡异 万一还藏着什么秘密呢 毕竟男人救了自己一命 小黑只好答应留在上面等他 五分钟后 男人迟迟没有上来 前面几声还有回音 再喊却没了任何动静 这时门又开始自动关闭 危急时刻小黑反应过来 并及时阻止了悲剧重演 他将钥匙丢在桌子上 然后拿来一把椅子抵住了门板 急忙走下楼梯 叫了几声仍旧没有回音 小黑只好打开手机走了进去 来到镜头的小房间 俯身查看唯一可能藏匿的床底 空荡荡的情况说明了没有开玩笑 可男人到底去了哪里呢 疑惑地四处查找 很快发现旁边还有一道暗门 怀着无比惊讶的心情慢慢打开 一条深不见底的楼梯出现眼前 小黑哆哆嗦嗦叫了几声 终于听到了男人的回音 救命的声音听得真真切切 小黑犹豫片刻还是选择了下去 狭长的通道潮湿又阴暗 一种窒息的感觉扑面而来 或许是太过害怕 小黑呼喊的声音变得极为嘶哑 喘着大口的粗气 终于来到了下面 循着男人的求救声继续前进 这时有几个牢笼出现旁边 很难想象里面到底关过什么 此时的小黑下的面带哭腔 但他并未停下脚步 行进了一段距离后 男人突然爬了出来 男人似乎是受到了惊吓 苍白的脸上写满了恐惧 他小声说这里错综复杂 刚才探索时有个怪物偷袭了他 幸好反应及时才逃了出来 来不及详细解释 小黑让男人赶紧跟着他走 但男人却说原路返回肯定危险 他们需要寻找其他出口 正当两人争执不下时 黑暗中突然出现一声嘶哗 紧接着一双大手抓住了男人的头 并对着墙壁疯狂撞击起来 男人就这样死了 随着又一声震撼的嘶吼 吓傻的小黑也惨遭不测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吗 这个开着敞篷十分兴奋的男人 很快就要笑不出声 傍晚十分 男人来到了预定的民宿 下车后他注意到了小黑的汽车 只是骂了一句乱停车位 随后就走向了房子 刚刚走进房间 他发现了这里的不一样 首先是大门敞开的地下室 然后是卫生间的洗漱用品 来到卧室还有行李箱 很明显 这里还有人在住着呢 随后 男人拨通了民宿客服电话 刚想牢骚几句 客服却说这里已经很久没有出租 屋内的情况是他们忘了清理 男人很气愤这样的回答 扬言要给他们五星差评 客服听后说爱租不租 然后直接挂掉了电话 第二天 男人被奇怪的声音吵醒 他不胜其烦地来到厕所 眼睛瞄见了还在充电的牙刷 随后他将小黑的行李翻了底朝天 最后翻出了一个笔记本 打开后一看还要密码 尝试输入芝麻开门 果然无效扔到了一边 冲了一杯咖啡坐了下来 小黑的车要是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已经在明显不过 这房子里肯定还有其他人 回想昨天的情况 男人猜测对方可能在地下室 为了搞清楚到底有没有人 男人折回房间换了套衣服 然后拿了一把水果刀 最后拿着手电来到了地下室 这里什么都没有 却有一面镜子非常奇怪 寻着声音的来源 男人发现了墙壁里的绳子 不出意外 密室的门再次被打开 男人的胆子很大 很快找到了有摄像机的房间 百思不得其解 男人洋装自己是个福尔摩斯 他想弄明白这里面的用意 试图分析出是不是隐藏了什么秘密 果然如他所料 密室的镜头还有一扇门 男人兴奋地继续向下探索 不久后看到了密一样的隧道 顺着道路向前移动 一个亮着灯光的房间出现了 这里有一台小型电视机 里面正播放着喂养孩子的视频 诡异的一幕让男人头皮发骂 正在这时突然传来巨响 男人吓得浑身一个机灵 声音越来越近 未知的恐惧让男人拔腿就跑 隧道里四通八达 只能漫无目的地奔跑 一个不小心 他脚下一空掉了下去 黑暗又混乱的土坑中 男人手臂被自己的小刀划伤 原来小黑没有死 他帮男人包扎了伤口 然后告诉他稳住不要慌 要想活命就必须假扮怪物的孩子 男人疑惑地问怪物是谁 正在这时有个大奶瓶伸了过来 男人看后觉得十分恶心 小黑则抬头瞬息起来 这也是他能活下来的原因 不听话的男人被抓了出来 然后被怪物拖到了有电视的房间 趁着这个机会 小黑拿起男人的装备 然后偷偷溜了出去 小心翼翼路过有电视的房间 可还是惊动了怪物 小黑察觉后赶紧大步狂奔 好不容易逃到出口处 房门不出意外地被牢牢锁住 在挣扎无果后 小黑想到了窗户匆忙站到水桶上 此时的小刀派上了用场 有惊无险砸开玻璃 小黑奋力向外挪动 在最后的关键时刻 有人伸出了援助之手 带到小黑看清是和人帮忙 原来是几个月前的流浪汉 小黑说里面还有一个人需要帮助 流浪汉说保住自己就不错了 再去救人根本就不现实 小黑不离不弃 坚持要报警来救人 流浪汉警告他最好赶紧逃命 因为恐怖的怪物会在晚上出没 死里逃生的小黑没有听从建议 而是选择去寻找警察 走了很久的路 他来到了附近的一个加油站 警察很快赶了过来 在小黑的带领下 他们赶到了民宿的位置 看到无法打开的房门 警察判断留下来只会浪费时间 不顾小黑的解释 警察借故离开了地方 小黑无语了 与此同时的男人迎来了生机 在怪物区追小黑的间隙 他急忙逃了出来 顺着电缆的延伸 他无意间闯进了一个房间 这里又脏又乱 气味难闻到了极致 桌子上放着女人的衣服 男人正想查看时 突然 男人意识到对方可能和自己一样 他好心地滴上了水 并安慰他不用担心 他们会很快被营救出去 这时男人发现了一排排录像带 上面标注着女人的特征 诧异的同时 他把目光落到了电视机上 显然这个是专门用来播放的 轻轻推进录像带 震惊的内容让男人吓傻了 他猜测身后的老男人是个变态 这时老人摸出了一把手枪 男人见状立刻怂了 老人却把枪口指向了自己的脑袋 然后毫不犹豫扣动了扳机 同一时间的小黑没有放弃 他敲碎了民宿的窗户 然后钻进来拿走了车钥匙 刚刚调整车头对准房子 怪物就冲了出来 小黑看准时机踩下油门 狠狠地撞了上去 你这个怪物能有多强 能抵得过这钢铁科技吗 没有任何悬念 怪物死死盯着小黑没了气息 撞死怪物后 小黑重新来到了密室 恰在这时男人拿着枪逃了出来 两人搀扶着来到民宿外面 发现怪物竟然不见了踪影 难道他还活着吗 没有过多思考 两人决定去附近寻找救援 没多久他们遇到了流浪汉 并进到了他住的地方 围着温暖的篝火 流浪汉讲起了那个民宿的传闻 通过他的描述 隐藏了几十年的连环绑架案浮出水面 原来这里有个叫弗兰克的杀人魔 他会跟踪女孩们回到家中 所有的逃生通道 到了晚上他会绑走女孩 最后将他们弄到地下室里传宗接代 这么多年来 弗兰克经常到超市采购生育用品 为的是一遍遍利用女孩制造新的女孩 阴暗的生存条件造就了可怕的怪物 而那个所谓的怪物 也正是弗兰克的女儿 现在的街区之所以破败不堪 是因为当时的连环绑架案无法侦破 所以这里的人不得已都搬走了 听完流浪汉的讲述 小黑两人庆幸自己还能活着 就当流浪汉说这里很安全时 怪物突然出现将他抓了起来 随即一招便结束了他的生命 血腥的一幕让小黑两人赶紧逃命 慌乱中 男人找到了一个信号塔 小黑也紧随气候爬了上去 眼见下面的怪物也追了上来 小黑提醒男人拿出手枪 可男人太过紧张哆哆嗦嗦掉了下去 这下好了 两人彻底没了退路 危急时刻 男人想到了一个办法 与其两人都被生吞活泼 还不如牺牲一个保全一个 电光火石之间 男人抓起小黑丢了下去 小黑怎么也想不到男人是真的够绝 怪物见状毫不犹豫也跳了下去 待到男人查看时 两个高空坠落的女人惨死在下面 可眼睛看到的不一定都是事实 怪物在最后时刻抱住了小黑 并将自己垫在了下面 也正是如此 小黑侥幸捡回了一条命 男人走下高塔发现小黑还活着 于是连忙走过来道歉 正当他在忏悔时 怪物突然起身抱走 并死死掐住了他的脖子 一声闷响后 男人当场死亡 小黑震惊一瞬间发生的事 但他却在怪物的眼中看出了温柔 那种母性的光辉和慈祥 和正常人今是一模一样 但怪物毕竟是怪物 小黑绝对不会跟着他再回去 哆哆嗦嗦摸索到手枪 并将枪口对准了这个多情的怪物 怪物没有抵抗 只是一味地呼喊着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伴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响 本篇到此结束 感谢老铁们看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会